赵丽颖离婚真相惨遭曝光 闪婚闪离竟是因为绿手套 难道冯绍峰才是真正的背国家吗 2021年4月23日 赵丽颖冯绍峰终于关闲离婚的消息 两日之前就频频被传出婚变 无论是男方深夜约会女网红 还是女方带着儿子离家出走 似乎都早已能够看出他们的婚姻中的裂缝了 之前的双方看起来还在苦苦硬撑 可不知为何突然就利落干脆的关去了这消息 其实二人2018年结婚的时候 就引起不少网友的这个质疑 当时的赵丽颖很明显是在奉死上婚 因为有了孩子不得已探入婚姻的殿堂 而冯绍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席话 让人感到是非常奇怪 似乎他和赵丽颖结婚 还有着不得不说的隐情 二人在结婚的时候 既没有婚礼也没有祝福 同框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 完全不像是一对恩爱夫妻 在离婚以后冯绍峰也是背上了渣男的称呼 可就在此时有网友突然爆料出了圈内 绿手套事件 正是这个新名词 让网友对二人的离婚有了新的理解 据说一些女明星为了资源和大佬互换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小心玩出了人命 此时的女明星顾忌着自己的身份 自然是不可能轻易打胎 而此时给孩子找个爹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双方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选择结婚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官宣离婚 赚一波流量 在报税的时候还能够放在一起 可以说得上是互利共赢的事情 加上女方有时候名气比较大 男方即使无奈也只能选择忍受 我的网友认为 冯绍峰在和赵丽颖很明显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赵丽颖怀孕怀的突然 而冯绍峰也看不出来对她有什么感情 以赵丽颖的名气来说完全没有必要 将就这样一个男人 很明显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瞒不住了 才不得不选择了结婚 也有网友认为冯绍峰本来就是一个富二代 而赵丽颖更是圈恋的一线女明星 他们两个人不存在谁圈就谁 应该是恋爱的时候不小心出了人命 所以不得不选择结婚给孩子一个名分 到后面发现不合适 离婚也是很有可原的 大家认为赵丽颖离婚委屈的人 真的是冯绍峰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